BillyBilly,其實它今天跌了一成下來 但它仍然在升軌樓上 你看看它接下來的幾個月 其實能否守得上去樓上 因為你雖然說你今天跌一成下來 但其實市場的捐箱體是很分歧的 有些人覺得是信息少少 有些人其實也不是覺得它太差 因為你看回它的收入 其實收入是比預期好 你是差些什麼 就是差它的盈利和它的虧損擴大了 不過你看回它 很多不同的販數的業務 遊戲一向都不太強 你看到增值業務、廣告 其實相對上仍然維持著很強 你在說8% 在市場上其他那些廣告業務 是死氣沉沉的 覺得不太行 你這個又打壓那樣又打壓 但其實它還有100%現上的增長 電商也有7-8% 所以其實topline方面 其實不是說有什麼大問題 其實都是有很多市場預期的 問題是怎樣呢 問題是它虧損 虧損擴大 但是要留意 其實一大部分是因為 其實是投資的問題 有一個投資收入在這裡 投資收入其實會影響得到 它的虧損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在這裡 這個其實不是真的對它實質的影響 其實有什麼實質的影響 對於它來說是一個責面的問題 這一點是大家要去留意 還有對於所有的科技股 都是一樣的 我就不相信有哪一間公司 在第三季出來的業績會很棒 會給到一個人很眼前一亮的業績 正常來說 你沒有看過經濟和監管因素 這些實際是會影響得到經營環境 從而令到生意難做了 所以其實這是合理的 如果他們的增長是收入 topline會有些壓力 然後bottom line的盈利 其實也會有些壓力 其實也很合理 但是他們的收入 其實仍然是有不錯的增長 bottom line其實是差 預期是應該要 還有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也是做出來不差的話 其實你反而應該要擔心 到底其實這間公司 為什麼會這麼強呢 是要有一個憂慮在這裡 你很容易被人看到出來 到底是這麼正 是否真的要特別照顧一下你 所以其實可以理解 不僅是第三季 我覺得其實是第四季 就是整體氣氛緩和 才是整體的經營環境 才會更好 那你慢慢慢慢可以做回上去 就是可以 還有願意 不投資到這麼多 那個Course那裡 可以做回 下面那條數 才會願意去做 因為這些很多數 其實都是你做多一點你的成本 你做多一點投入 下面便是虧錢 那你上面 你都要有少許增長 現在就是你要做出來 難道你 就是這樣監管你的時候 你做得很英俊 原來你監管其實也不用理 我又不相信有什麼特別公司 可以做得到 無論你是很利益 你經營環境 明明真的做得不好 你都可以跟你做得很好 的時候 你都要去有一個這樣的 expectation 再加上其實它本身 其實真的一些是投資相關 對它來說是影響得比較大一點 你看到那個Golf的momentum 其實都還在 個人去看 亦都不需要去看得太差